人藝的養成是一條艱辛漫長的道路 還沒期望停留患者身心病痛 以愛與關懷 豐富最初投身醫療的熱情 使命 今日 醫師們成就了過去的不可能 明日 一樣高山 一樣大海 這股力量持續驅策脈步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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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吃 來 來 阿嬤吃 有父母為她 發覺她的小孩子有這樣子的重癖 也沒辦法手術或是藥物來讓她恢復 幾乎跪下來要去醫療 好 可以了 你就可以預期她將來走向另外一家人生 就是所謂的榮雅的症 許全鎮 台灣聽損研究的拓荒者 1980年代末 台灣第一批研習人工電子耳的先驅 為重度聽損者帶來曙光 許醫師算我生命裡面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櫃 我完全拎不打 然後經過這個轉折以後 人生真的翻轉 許全鎮趁著世界潮流 推動新生兒全面聽力篩檢 而為了尋找先天聽損的原因 更建立了台灣第一個耳龍基因資料庫 把她的這個突變的基因編輯 自己矯正很正常的用一些病毒把它帶進去 使她的本來不正常的基因類 能夠變成正常 對 對 對 儘管擁有耳科頂尖頭銜 許全鎮內斂溫和 在國際間提高台灣一屆地位 對後輩更是寬容無私 她幾乎沒有敵人 人格上的正職 跟她整個的一個內斂 她在國際上的人員很好 她的視野並不是訓練照顧她的學生 但是她並不利用把這些機會 讓給其他問題的事 從治療到聽力篩檢 再走入耳龍基因研究 許全鎮40年的堅持 改變聽損患者的命運 更為台灣耳科樹立醫者典範 都乾了 影響一個先天性聽損的小孩子的 未來這麼重大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 我們還是都要刻無困難 我們也不斷地從病人中間 讓我們學到很多 不用怕 來 可以 我幫你擠著 歹停 因為有管制的關係 所以我們盡量 盡可能在一點鐘之前通過 對 看頭轉過去 許全鎮的門診有著來自各地的 耳科疑難雜症病人 其中包括一群聽力障礙的患者 對 聽損病人都比較用心 有一些你可能要特別講得比較慢 比較大聲 那這樣子他才比較容易 能夠抓住人家 很好啊 是喔 都乾了啊 重度的 真的完全沒辦法用語言溝通的 必須要靠用筆彈的 聽損病人中 兒童是個特殊族群 鹹田聽損就佔了新生兒的千分之三 大伯好 你好 你好有禮貌 八歲的俊毅 出生三個月 發現聽力異常 雖然佩戴注定器 但遲遲找不出病因 直到兩歲半 被當時任職台大醫院的許全鎮確診 是最複雜的先天聽神經病變 檢查了快兩年 他才很確認的跟我講 他是聽神經病變 所以他比較嚴謹 他會根據孩子的一個變化 然後去安排他的聽力檢查的項目 他其實算用心在看每一個病人 儘管醫界認為 注定器對這類病人幫助有限 但許全鎮仍然仔細追蹤距益的狀況 避免音量過大 可能傷害到內耳毛細胞 要調這個聽血神明病變的 小孩子的注定器要很小心 能夠對他聽上有一點幫助 然後又不會傷害到他的毛細胞 那使他的等待他的聽神經的功能 是不是能夠慢慢的發展 然後恢復 兩歲的瑞瑞也是個天生聽損兒 出生時接生的診所 聽力檢查不夠確實 錯過了診斷的黃金期 阿公說好像是不是聽不到 我們才去拿鍋子到他後面敲 確實沒聲音 可是那時候已經一歲四個多月了 不一樣 瑞瑞的雙耳構造異常 左耳完全沒有聽力 右耳因為聽神經細小 也是急重度聽損 聽不到就無法學習語言 因此佩戴助聽器同步語言治療 只是四個月下來效果十分有限 因為助聽器它的極限 所以它可能對這樣急重度的 聽力損失的人 它可能沒辦法達到有效的 這個聲音的接收 那像這樣子 那它最後一步就是靠所謂的電子 不同於助聽器只是單純將聲音放大 人工電子耳是將聲音轉換成電脈衝 直接傳到聽神經再到腦部 首先透過耳朵的處理器接收聲音 同時轉換成數位訊號 然後傳送到皮下的植入體 再將數位訊號轉變成電脈衝 經由耳瓜內的電極數 刺激耳瓜神經 將訊號傳到中樞聽覺路徑 最後傳回大腦 那現在還有八痕嗎 有八痕 37歲的一星 是許全鎮第一個兒童電子耳的個案 90年代初 電子耳剛引進台灣 12歲的他在台大醫院進行了手術 這個契機轉變了一星的人生 開刀之後 不管是上課 還是跟朋友家人時間 同學的相處 永遠有明顯的改善 25年來 一星跟著許全鎮從台大到慈激醫院 除了定期調音追蹤 還有那份多年的醫病情 常常會跟我老公吵架 因為覺得他太吵了 才小聲一點 應該這個說比較重要 不然老公跟你吵架 哈哈 那你媽媽咧 你媽媽喔 我們大概醫生跟病人間的感情都非常好 我們也很高興他就有一個非常好的職業 然後也結婚了 感情我爸媽還找到居醫師 還幫我開刀 對 我畢竟 從公廷的叔叔在 40幾年以前不是很發達 那感情我這個叔叔的人其實也沒幾個吧 就是一份對醫生的信任 你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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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跑到醫生裡面去玩了 開始跑進去玩 好可愛 好嗎 哥哥 來 好 手術前一晚 許全鎮來到病房 再次確認瑞瑞的狀況 不用理很多 晚上那個頭髮要洗乾淨就好 我們大概做完以後 我們也會照電子療的位置是不是很正確 然後同時也會做那個 把它用打開機器打開測一下 看他神經有沒有反應 我們聽就是來持續掛 是 我們說實在剛好遇到副院長 是是是 我們很幸運 再麻煩許雕雕雕雕 好 你放心 我一定盡全力好好做 謝謝 好 謝謝 麻煩你 好 不會 不會 來 拜拜 瑞瑞是許全鎮第122位 人工電子耳的病人 儘管手術身經百戰 但面對每個病人 他依然謹慎 從住院醫師時期 養成的數前手術溫習習慣 許全鎮維持到現在 這是我們人的這個 捏骨 耳朵的鎖在地方的骨頭 像我要做這個 第一粒的這個電子耳的時候 我也是磨了好幾個這個骨頭 把他這個整個都磨開 然後耳瓜都磨開 拿那個牽線 當成那個人工電子耳的 電極樹一樣 然後自己就練習 把它穿進去 完成台大住院醫師訓練後 許全鎮到日本工讀博士 跟著耳科權威野村教授學習 奠定了耳科發展的基礎 1984年回到台大負責聽力士 面對的是一群弱勢聽損兒 以及無助的父母 父母他發覺他的小孩子 有這樣子的重疊 也沒辦法經由這個手術 或是藥物來讓他恢復的話 幾乎跪下來要求 你就可以預期他將來 可能就是一個 就是走向另外一條人生 就是所謂的榮雅的這條路 1980年代末 許全鎮赴美到哈佛 學習人工電子耳手術 希望能為這群重度聽損者 開啟聽覺的契機 1994年他指導完成了 台大第一例的人工電子耳手術 許全鎮也成為 台灣人工電子耳的先驅之一 小娟從事自己做 第一例的病人鍾小娟 當時大學剛畢業 因美尼爾試症 雙耳喪失聽力 四處尋醫有五年之久 而學成歸國的許全鎮 也在尋找適合的第一例手術機會 在當時我看在台灣 大概只有我在做一種 叫做電刺機的檢查 我們知道電刺它是用電刺機 來期待正常的聲音 對這樣電刺機所產生的聲音 它的反應不錯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病人 他是適合裝的電子 然後以後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些小問題 儘管台灣還有其他醫院 可以進行電子耳手術 但鍾小娟最後還是因為許全鎮 選擇了台大 你只要去看他的門診 你可以感受到說 他對病人的那個關注度 非常的專注 就是不管你是在描述你的病情也好 還是說他在幫你看診也好 我們還是感情很好啊 尤其是我貴人 真的是他是等於說 應該算反轉有那個經歷的部分 如今鍾小娟結婚生子也有了穩定的工作 25年前醫病的互信 成就了這段醫療長情之愛 我們都很感謝我們的病人 因為我們從我們的病人之中 也是學到很多 我們自己的醫術的增加 其實病人是給我們很大的貢獻跟幫忙的 一早進開刀房 平時乖巧的瑞瑞開始害怕哭鬧 讓手術第一步的麻醉增加了困難度 8點半麻醉準備完成 許全鎮上場開刀 瑞瑞其實還是算是比較困難一點的病例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內耳的構造畸形 這個手術我們也都是要很小心 這個顏面神經不能去傷害到 手術的第一步就是從耳後的 鎳骨早開乳突腔 進入到顏面神經窩 到達中耳最後找到內耳的圓窗 也就是最關鍵的步驟 由耳刮圓窗放入電磁線 但不是每個個案都能夠容易找到圓窗的位置 鎮骨的構造畸形的 異常的 從這個乳突腔裡面的洞 看不到這個圓窗的地方 這樣子就是你要把電子耳的電極插入 就很困難 因為你找不到入口 那這就是電子耳手術裡面 最困難的病例 我就要黑黑的那一塊 圓窗算不算很難找 但它的耳朵的構造 的確是比一般很近 對啊 十點鐘 熱熱的圓窗找到了 幸運之神眷顧 手術算是成功了一半 接下來放入接收器與電極線 叉子給我 一旁聽力團隊也開始架設儀器 準備在手術中進行測試 所以現在22個電極都很正常 好 電極正常代表電子耳 放入的位置正確 但後面要確認的 就是瑞瑞的聽神經 是否對電子耳有反應 需要的方法不會出現 在那個G聽器 我們那時候去確認神場是確認 沒有 對 原來瑞瑞因聽神經細小 對電刺機的反應不夠敏感 內耳機型 尤其是它的聽神經 比較細小 對 所以一般反應 沒有辦法像說聽神經正常的那麼好 對 不過我們的經驗像這種聽神經細小的 他這個裝了電子耳以後的反應 都比他拜註聽器還好很多 瑞瑞往後能夠過著有聲音的日子嗎 兩週後的電子耳開機將會是重要關鍵 每週一次許全正會與台大團隊開會 這個10人的研究團隊 是全台最早研究聽損的小組 選一個來用新的這個PE做工 1990年代全球推動新生兒聽力篩檢 許全正趁著潮流 2003年與幾位一屆先進 在台灣推動全面性的新生兒聽力篩檢 先進性聽力篩檢 媽 先進性聽力篩檢的小孩 他需要儘早地開始來療癒 也就是說他應該是在 至少在六個月大之前就要開始來療癒 他將來的聽能 還有跟他語言的發展 才會跟正常聽力的小孩的發展會差不多 雖然篩檢出聽力異常 但造成天生聽損的原因卻不清楚 为了找答案 许全镇开始进行基因的研究 建立了台湾第一个 耳聋基因资料库 许教授他有比较宏观的一个远见 那大概就是 目前其实就我来看的话 儿童听损的话 基因检查已经变成一个 不可或缺的临床的诊断工具 我们可以借由基因的诊断确定之后 可以去预测小朋友的听力 接下来会不会变差 会变到多差 然后治疗效果会好还是不好 吴振极是许全镇的学生 共同负责研究方向 因为找到了听损的基因变异 让享生第二胎的听损家庭 可以透过最新的基因筛检 怀孕时就能够预知 胎儿的听力是否异常 将30个亚洲人 常见的听损基因 我们把它用新的刺激在地区 把它设计成一个 一个基因检测的套组 那目前只要家长听损来的话 可以直接 我们可以直接下这样的议令 来做这样的检测 宜安宇先生听力都是正常 但带有隐性的听损基因 四分之一的几率 生下了听损的老大 希望能生个健康的第二胎 我大女孩因为她有听损 所以用她的基因去比对 做了这个检查之后 就可以知道自己在怀的那个孩子 是不是可以是正常的 可不可以生下来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技术很发达很好 筛检并非最终的目标 许全镇顺着当今基因治疗的发展 在动物实验上建立了听损的模式 进行基因治疗的研究 希望未来能够运用在人体上 那个心嘛 因为当然我们当医生的 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解除病人的病痛 用一些病毒把它带进去 使它的本来不正常的基因 能够变成正常 那它受影响的听力 也能够得到改善或是恢复 这天是台中慈激医院与耳科医学会 举办的大体模拟手术 一早就先举行了感恩仪式 慈激的模拟医学中心 其实最大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这个医疗人文 我非常感动慈激 对整个这些大体老师的尊敬 都有一套非常隆重 而且真有尊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这次模拟手术的重点 是人工耳瓜 与最新的耳烟管气球扩张术 负责主办的吴宏斌医师 是许权正早年在台大的学生 老师心情念念的 不只是自己的学生 还有台湾耳鼻喉科的传承 他希望把下一代都栽培起来 其实台湾很小 但台湾医院能量其实非常丰富 如果把上一代的知识和经验 传染到中生代再到下一代去 这其实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 参与的三十多位医师 来自全台各大医院 都受过许权正的指导与带领 陈佩宇是许权正担任台大耳鼻喉科主任时 最后一批住院医师 他手术的扎实训练是老师在一旁耐心陪伴养成的 心理学的判读跟讨论 神经其实每一个报告是一个字一个字跟着你看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薄型是哪边不对 那到手术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带着你做 就算是看到你一直撞墙 他也会忍住没有伸手过来 就是等于是谁用他宝贵的时间 来带我们就是完备 国内传承对外弘扬 许权正一生都在实践 从年轻时留日开始 经常参加国际医学会 2005年他以台湾耳鼻喉科医学会理事长的身份 参加了世界耳鼻喉科医学会联盟 为台湾保住了会机 而他也是亚太人工耳垮医学会的创会理事之一 在国际友人眼中 不善社交的许权正 却有一股正直与诚信 他之前在我们科担任过部主任 部长部主任担任过六年 然后同时有兼台湾耳鼻喉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那时候又兼了一些国外的一个学会理事这样子 不过他其实非常的好相处 所以我觉得他在国际上的人员很好 他答应过一件事情他大概都会做到 来到慈激医院的五年 是许全镇行医路的最终站 没有想着退休 而是想结合慈激的医疗人文 继续教育人才 慈激的这个大体老师 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我想应该分享出来 让全国各地的这个耳科医师 他们有机会来做这个模拟的手术 现在带上去都还没有声音 所以不怕吓到它 好 就 现在测一下它里面植入体的状态 的时候我们这个是有 总共是22个电机 那我们在树中间喝的话 都是很OK的 嗯 对 那现在测起来的话 22个电机也是 也是都是正常的 抬刀后的两周 瑞瑞伤口复原了 就等着电子耳开机 现在这个声音是我在侦测它 用电流刺激去测它神经的反应 嗯 因为瑞瑞的听神经细小 除了电流图外 还要透过行为观察 才能知道瑞瑞是否听得见 有声音来 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在用电流游施入 它有在反应 之前在那个正行语言 测它听力 有声音的时候 它会抓我的手去逼我 瑞瑞似乎对电流有些反应 接下来就是要打开音量 观察它对声音 还有我们周遭的反应 那阿嬷你就可以 轻轻地叫它的名字 有声音 阿嬷你听到了 瑞瑞开始寻找声音 经过几次的测试 反应也越来越明显 阿嬷你听 阿嬷你听 有声音吗 把机器带上它的耳朵 然后看到它原本很慌 就是到处动来动去 然后有整个人就是有静下来 然后还有几个是有找声音的感 就是找声音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它后续调整上 应该是蛮可以预期的 阿嬷 刚才开机也有一点反应 应该是 应该是还 他们的意思是说 比他们预期的还好 在评估之后 开屏的反应不错 终于盼到了好消息 让阿公阿嬷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长得 生了这样子的残缺 但是他有 蛮有附近的一道喜教室 没有 没有 就真的谢谢教授 从刚开始到现在 因为也是大家推荐的 推荐教授 从开始到现在 到这个阶段 我们都已经走过来了 走过来 然后真的谢谢他 帮助我们这么多 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真的 因为如果说没有教授 这样子帮我们 或许我们还在 懵懵懂懂 一直在找声音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瑞瑞阿嬷的这番话 道出了听损患者的内心感恩 对 许全正40年来 对听损治疗的投入与努力 就如同台湾听力发展的缩影 从治疗到研究 坚持为病人找出 最好的解决之道 用慈悲与智慧的身教 传承耳科的医疗典范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当医生能够这样 给病人很大的这个帮助的话 是我们最 最最最最安慰的事情 也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那当然很高兴说 到这个年龄 还能有办法服务这个病人的话 这个也是很感恩的事情 记得是因为有个厨害 的事情 尽并不准备